里长真的想到齐心抗疫最要紧 来看新庄民权里办公处在面对疫情稍缓之后 仍旧不敢掉以轻息 张维希里长表示他特地挑选了五样防疫物品 像是酒精消毒笔还有洗手罩之类的民生用品 全部发放给里民的同时 借此加强防疫宣导观念的重要性 里民一大早就陆续来到新庄民权里办公处 开心领取防疫宣导品 到底有几样可以让里民双手不够用 还得请志工协助帮忙呢 里长提供了这些防疫物资给我们 然后总共有五样 有所谓的环保卫生纸跟环保垃圾袋 还有消毒水 还有环保的肥皂跟清洁液 感谢这个里长这次提供这些物资给我们 里长表示发放这五项防疫用品 包括环保垃圾袋 洗手罩还有酒精消毒笔等等 这些日常民生用品 和加强防疫工作脱离不了关系 防疫宣导品的活动 有赠送有五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卫生纸 就可以环保作用 可以擦拭桌子 厕所也可以用 第二样是我们的漂白水 可以来擦拭地板 有杀菌的作用 也可以来洗厕所 平常有达到这个防疫的目的 还有第三个是我拿的是酒精笔 我们平常是平常就可以带出门 一方面可以随身攜带 达到消菌的杀菌的作用 还有我们这个肥皂 肥皂就能洗手洗手 来杀菌防菌的作用这样子 还有我们最后这个环保垃圾袋 我们就平常是一些 小小小的杀菌的东西 我们就把里面的粉塑堂 还有清洁堆 清洁车 达到这个环境美化 新北市议员蔡建棠在百忙之中 也前往会场关切防疫宣导品 发榜的情况 并表示防疫期间 大家要使用防疫配件 祝福平安之神不离身 张理长在宣导 希望把我们的疫情能控制下来 那我们感谢张理长近年来 对里面的支持 希望他里面大家都平安 即使疫情有稍缓现象 不过防疫工作绝对都不能够收懈 如同里面所言 张文新里长五告后 为他们准备各项防疫品 提供大家随时随地 都能够守护自身健康 齐心抗疫最要紧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